最近的 最同修 最護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彌陀佛 能夠跟大家聚會 一起來共修 一起來念佛 就好像 阿彌陀經裡面所講的 西方極樂世界聚會一处 這個就是我們 念佛法門的好處 今天呢 再借這一次的姻緣 再跟大家來一起學習 如果 有講到一些不妥當的 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要多多批評 你們的批評呢 對我有很大的好處 我才能夠 看得出 我要在哪個地方 改善 我才能夠進步 所以不要害怕 哎呦 那個是法師啊 怎麼說啊 你敢說嗎 不能有這種的念頭 我們都是一樣的 同三道有 接受能夠批評 也不一定是個壞事 人家來批評你 他也不是 為你不好 今天都是因為為我們好 他才為我們來批評的 這個就是呢 我們聚會一處 在學習當中 一定是有這樣的檢討 所以為什麽我們出家人 一年當中一定有三個月 接下安居 接下安居呢 是佛陀的制定下來的 其實目的啊 就是讓我們來檢討 你在一年當中 你哪一個地方不對 需要改善 需要改過 經過懺悔 然後呢 來贈得自己 以清淨心 能夠得到 所以 這個是一個非常的重要 所以 借家安居 最主要的不是對外 是對內 對你的起心動念 對你的原意造作 你的行為 你的念頭 種種的 你們用依佛陀的教會 依教奉行 這樣學佛才能夠有很大的成就 念佛才能夠獲得 彌陀的加持 彌陀的利益 所以大家 多多批評 不用害怕 師父不會後面拿一個木頭 瞪眼了 不會的 多多批評 那今天呢 我要繼續來跟大家來說明的就是 念佛法門的特色 就偶依大師 在彌陀經要解 要我們對這個法門要深信 然後呢 在這個特色當中啊 昨天已經跟大家講到 這個法門的特色就是 就是能待夜往生 在一切法門中是沒有的 唯有這個法門才有 唯有念佛法門才有的 那這個待夜往生一定有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如何順順利利 才能夠待夜往生 那要怎麼修呢 那這個很重要的 下面有 有四個 會給大家提供 作為我們來參考 雖然這個法門能夠待夜往生 是不可思議的法門 但是 方法一定要正確 如果方法不正確 不但待夜往生不了 最後 被這個業力而所帶著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生活裡面 最麻煩的就是我們的業力 如果這個業力沒有處理好 將來能不能待夜往生 那就很難 所以 為什麼我們臨終的時候 很多人到最後 業力做主 最後 就沒辦法往生淨土 很可惜 所以必須要把這個業力處理 怎麼處理呢 下面會跟大家說明 所以這個法門的特色 就是在這個地方 在其他的法門呢 首先一定要断貨 你一定要斷煩惱 你一定要把它斷的乾乾淨淨的 一絲好煩惱都沒有了 你才能夠超越六道輪迴 横出三界啊 所以佛的標準 首先你要煩惱 把這個煩惱斷掉了 所謂的八十八品煩惱 那八十八品煩惱呢 佛菩薩通常把它歸納五大類 昨天已經為大家說明了 第一個你先要突破你的身見 不执著這個身體是你的 這個身體是假的 它是無常的 不能為這個身體 對這個身體產生的执著 過於执著 會障礙我們往生西方淨土 所以為什麼釋迦牟尼佛 在世的時候常勸導弟子 你要突破 你要超越 所以你要正得 所謂的清淨心 你首先你一定要 常常來試念處 都是觀想 修試念處 觀想什麼 觀想這個身體不清淨的 把這個身體不能當作 它是我的 你要放下 那第二個你要突破的就是 邊界 邊界就是對立的意思 對一切物 一切人 一切眾生 一切萬物 無論在一切處 一切時 你都不再跟人家對立了 以你的大慈大悲的心態 用你的關懷的心 無緣大慈的心態 同體搭配的心態 來對待一切眾生 那你今天念佛往生西方 那就很容易了 那第三個 我們一定要突破的是什麼 我們看下面 那第三個就是什麼呢 要突破的就是我們的成見 這個成見 一般我們在 社會通常稱為什麼 自以為是 自以為是 我們常常都是有這種毛病 自以為是 而這個成見裡頭有兩大類 從音上來講 從音上來講 這個成見 叫做 戒取見 從果上來講 這個成見 叫做什麼 戒取見 而這兩種都是屬於什麼呢 錯誤的 錯誤的成見 錯誤的成見 這個你必須要突破 這個是屬於第四 那第五是什麼呢 我們看下面 第五這所謂的就是 邪知邪見 所謂的邪見 對於錯誤的看法 對於錯誤的想法 見法 而這種的錯誤 我們佛教把它稱為叫做 邪知邪見 這個很麻煩 太麻煩了 第五的 屬於今天我們的時代為什麼會動亂 天天啊 天天啊 你看外面的這些人 天天都在搞什麼 殺到邪淫啊 自私自利 每英文立揚 五億六成啊 一大堆這些 每天都在造這些業 什麼樣的影響 邪知邪見 錯誤的想法 當作這個身體是你的 當作你自己的想法是對的 對一切人 都是非常的 不善的念頭 不善的原因 種種的各樣的想法 種種各樣的說法 都是歸納這種邪知邪見 那你想一想 從你自己的想法 從你自己的所看到的 你所聽到的 你所有的 你的念頭 你的行為 種種的 你想一想 有沒有真正依我們佛經裡面的標準 有沒有 所以佛告訴我們 如果你能夠把這五種突破了 這五種突破了 你能夠把這五種 所謂的八十八片賤貨 能夠斷掉了 你就贈得阿羅漢國 說明了你的心就清淨了 你得到清淨心了 能不能做得到呢 做得到嗎 請舉手 為什麼不敢舉手 還舉手嘛 沒關係啊 沒有人怪罪你的 像師父也做不到 我請舉手 我真的 說實在做不到 自己的煩惱 不要說 其他的 你不善的念頭 不善的念頭很多 怪那太大了 基督心啊 嗔恨心啊 欲望的心啊 種種的 所以 尊敬的 至於同修大德 我為什麼今天要跟大家分析 這些事情 讓大家明白 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真的想要突破真的太難 又沒有老師在旁邊的指導 又沒有統參道友 又沒有一個好環境 你說呢 你能不能成就太難 所以今天呢 我們看下面 所以今天我們一品煩惱都沒斷 見識煩惱都存在 我們的業障深重 天天执著我們這個身體 能不能往生 主事大德告訴我們 能 這個叫做什麼 代業往生 在一切法門中 是沒有的 唯獨念佛法門才有 但是他有條件的 雖然是大業往生 他有條件 你沒有符合這個條件 你是沒辦法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法門 真的 當我認識了這個法門 我死心塌地 眾生不改 一門深入 藏水喧秀 只有這個法門 才能夠幫助我 除了這個法門 是沒辦法的 其他法門你要斷煩惱 不要說正的阿羅漢國 出國虛頭緩 我們都沒有資格 人叫出 出新位的菩薩 我們也更沒有資格 不要說正的阿羅漢國 但是今天你相信這個法門 那就不一樣 所以 在彌陀經裡面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一張 一桩事情很 很重要很重要 跟大家說明 在彌陀經 釋迦牟尼佛有一段經文 大家有沒有熟悉 去看 釋迦牟尼佛說 釋迦牟尼佛 我見釋迦牟尼 故所持緣 若有眾生 我認識說法 我認識說者 應當發願 生疲國度 生到西方起的世界 他的功德利益是不可思議的 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 是無法能夠來形容出來的 所以稱為不可思議 而且這個不可思議 是釋迦牟尼佛千字而所看到的 他不是從 聽聞的 釋迦牟尼佛千眼看到這樣的功德 不可思議的 所以在這一段經文裡面 他告訴我們 勸道我們 勸道我們 我見勢力嗎 這一句話非常重要啊 很重要的 我們彌陀經不是看到 有四次釋迦牟尼佛勸道嗎 這一段經文是屬於第二次的 那我們今天想一想 西方幾日世界的功德利益 是什麼樣的不可思議功德利益呢 這個利益是什麼 第一個 恒出五著二世 就是等於說你能夠恒出三界了 恒出就是很快的意思 在無論什麼樣的法門 是沒有恒出的 在其他的法門你要超越六道輪圍 你要恒出三界 你要一層一層的 你必須要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恒出 但是這個法門很粗啊 你不用一層一層一步一步的 但是你可以直接了當 超越六道輪圍了 在其他法門沒有的 哪有這種的道理啊 你想一想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你要在這個五著二世 修行成果 一步一步的去修 你要需要多長時間 三大阿神奇劫 那個時間很長耶 但是你往生到西方幾個世界 你能夠恒出五著二世了 恒出三界了 所以為什麼這個法門 這麼難信之法 太難得了 但是很可惜啊 真的很可惜 很多人沒有這個上根 今天我們上根巨足了 你不好好抓住這個機會很可惜耶 這個就是第一個功德 不可思議的 我們淨土法門沒必要 從小學 然後慢慢的研究所 沒必要的 我們從這個小學一直超越了 研究所了 你想一想 所以啊 我見事例這段新聞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釋迦牟尼佛給我們證明 如果不是佛說的 我們是不能相信這個法門 為什麼呢 找不到根據理論 誰能相信阿彌陀佛的話 實際上呢 理論依據 還是很模糊 所以啊 釋迦牟尼佛在這一部經 為我們來證明 而所看到的西方极樂世界的功德利益 真的不可思議的 就是這個 為我們證明 不僅僅釋迦牟尼佛來為我們證明 連死方一切諸佛如來都站出來為我們證明 告訴我們 他們所看到的 親自所看到的西方极樂世界 有這麼無比殊勝的功德 你要相信啊 我們必須要把釋迦牟尼佛的 教誨原意 要相信 為什麼 因為《金剛經》講得很清楚 如來是真於者 實於者 如於者 不曠於者 不義於者 我們相信釋迦牟尼佛的話 決定釋迦牟尼佛不可能欺騙我們的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在《彌陀經》裡面告訴我們 他牽引所看到的西方极樂世界 真的不可思議的功德利益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我想問大家 第一個 你們已經聽到了 橫出五卓而式 我們這個時代就是五卓而式 我們這個時代就是五卓而式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圓禁釋圖啊 西方极樂世界大家都知道 有釋圖 凡聖同居圖 方便有餘圖 石暴莊園圖 長級光景圖 你升到西方极樂世界 等於就圓滿了正的這個釋圖了 就算你今天大葉往生 你造的葉太重了 下下瓶往生 往生到凡聖同居圖 等於你已經得到了 圓正是圖啊 一震一切震 一身一切身啊 在十方諸佛國土是沒有的 哪有這種的道理啊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 先知見道來為我們 證明 世尊在這個地方 勸我們 我們要相信 要跟他 相信的話 決定是不會錯的 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地方是反聖同居圖 跟聖人都在住在一起的 我們有沒有看得到 你有沒有看到 觀世音菩薩 有沒有呢 有沒有看到觀世音菩薩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偉書斯利菩薩 看到地藏王菩薩 或者看到 護法龍天 這些護法神 有沒有看得到 他們都在跟我們在一起的 我們這個環境 現在我們所住的是 釋迦牟尼佛的反聖同居圖 跟佛菩薩在一起的 為什麼我們看不到呢 因為你沒有到達那個能力 你沒有這個福報 你心不清靜嘛 你沒有辦法突破 但是你在往生西方幾個世界 雖然你在反聖同居圖 但是其他的山土 你看看清清楚楚的 真的多好啊 還不去 所以尊敬的 這位同修大德 念佛真的很好 你能夠相信這個法門 真的 我師父說實在的 從我 遇到這個法門 聞到這個法門 那一刻開始 真的 整個心踏實了 有一個寄託 好像有一個寄託一樣 今生說明到了 我們有一個方向 我們有一個目標 趕快到那邊去 更好更美 很好耶 也不用憂 也不用害怕 我將來的方向是怎麼樣 我要修什麼樣的法門 我要依什麼樣的目標 很模糊啊 我以前就是這樣的經驗 我現在遇到這個法門 我的前途 我的方向 我的目標很清楚的 就是一個阿彌陀佛 就是一個西方吉德世界 其他的 就不談了 這個就是第二 第三 他的功德不可思議就是什麼 你往生西方吉德世界 哪怕是今天是下下品往生 你造業的深重 你到了西方吉德世界 得到的是什麼 直至不退轉的菩薩 三不退轉 所謂的阿彌月之菩薩 沒有拐彎抹角 直接了當 就是達到原正三不退 這個地位是什麼地位呢 等絕菩薩的地位啊 等絕菩薩是後補佛的地位 你想一想 你從一個反复 往生西方吉德世界 就有這樣的能力 你說這個法門 能不能不學啊 佛能不能不念 你不念 你的虧是吃大的 真的啊 但是這個佛號要怎麼念呢 那才是關鍵 往生要怎麼樣代替往生 那才是關鍵 所以今天我們一定要知恩報恩 真的 我們一定要報佛恩的 我們一品都沒有斷 我們一定要報佛恩 報釋迦牟利佛的恩 把這個法門介紹給我們 然後呢 報阿彌陀佛的恩 把四四八願 來貢獻給一切眾生 來加持我們 我們才能夠獲得四四八願的加持 獲得阿彌陀佛名后 功德不可思議的加持 所以我們一定要報恩 怎麼報恩呢 好好幹 好好修 好好努力 將來往生西方吉德世界 這個就是最大的報恩 報父母恩 報佛恩 報老师之恩 報國家之恩 報一切眾生之恩 所謂上報四重恩 你全部通通聚足圓滿了 這樣的解釋 OK嗎? 明白嗎? 好好珍惜喔 好好珍惜喔 昨天呢 有一位居士 阿彌陀佛 問我 因為再過幾天 要請那個 要是佛的聖誕 問我 師父我修要是佛好 還是修阿彌陀佛好 這個問題我很難解答 等於說我說阿彌陀佛好 怎麼樣 像我說要是佛好 怎麼樣 所以我就告訴這位居士 我說看著辦 你喜歡要是佛 你就念要是佛 你喜歡阿彌陀佛 你就念阿彌陀佛 但是師父呢 能夠勸導的 一切諸佛如來 沒有一尊佛 都不勸導我們念阿彌陀佛 要是佛也不例外 自己選擇 自己去想 這個 這個道理 我們一定要這樣想 要這樣講 也不然 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念佛學人 能夠待悦往生 方法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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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有一個條件 關鍵 要如何 把他順利 待悦往生呢 這個才是一個關鍵 如何要順利 我們先看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一定要知道 必須要明白 首先關鍵在哪裡 你的正念分明 你的正念一定要分明的 就是說 這個正念就是講 這句阿彌陀佛的名號 你臨終的時候 你的頭腦很清楚 你的頭腦很明白 很清醒 而沒有一個 一絲好懷疑 不迷惑 不顛倒 你能夠信心的堅定 毫無懷疑 願意念佛求生极樂 假如意念乃至十念 如此決定 一定往生淨土 你的正念要分明 這個正念是指阿彌陀佛 那這個正念要怎麼樣的培養呢 那一定在日常生活裡面去培養 這個很重要 所以誰能煩惱 我們看到這個是第一點的 我們一定要知道 你要讓你能夠順順利利大業往生 你第一個你一定要這樣的 你的正念要培養 這個正念要分明 不然的話 你是往生不了的 你要念一萬聲十萬聲 你也沒辦法往生 但是你的正念分明 清清楚楚 乃至一念 十念 你都能夠往生淨土 所以這一念 是從哪裡培養開始的 從當下 從今天開始的 不是在臨終的時候在培養的 所以走到哪裡 一切時一切處 一句阿彌陀佛 不令間断 看到誰 一句阿彌陀佛 看到孩子 一句阿彌陀佛 看到老公 一句阿彌陀佛 看到誰 好人 壞人 善緣 惡緣 逆境順緣 就是一句阿彌陀佛 這樣的培養 你第一關 你能夠把它做好 你才能夠進入第二關 第二關怎麼樣呢 就是 雖然煩惱未斷 但是在臨終的時候 你有這樣的能力 什麼能力 輔助 把它輔助 讓它不起作用 才能夠往生西方的世界 我們來看下面的剛才那一章 要用什麼樣的方法來輔助呢 很簡單 這個一句阿彌陀佛名號 而且這個方法太不可思議 太妙了 妙不可妙啊 妙不可說 妙不可言 妙不可思 用這一句名號 這個就是我們的淨土法人的好處 這個輔助好像一個什麼 一個大石頭 壓著這個草 不讓這個草一直長出來 這個草就是我們的喜氣煩惱 這個大石頭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阿彌陀佛的願力 讓我們起心動念就是阿彌陀佛 無論是善念惡念 第二個念頭就是阿彌陀佛 讓你的心裡在一切時一切處 只有阿彌陀佛 除阿彌陀佛之外 什麼念頭都沒有 能養成這樣的習慣 能夠培養這樣的習慣 你往生西方極的世界 你大約往生西方極的世界 都有把握 都能夠可靠 因為你跟阿彌陀佛西方極的世界 天天培養的感情 天天培養相應 就這樣 但是在這個地方我要提醒大家 我要提醒大家 我為什麼要提醒大家呢 輔助煩惱 不是在臨終的時候培養的 去鍛鍊的 你不要有一個帶著存著這個僥倖的念佛 你一定要在日常生活裡面去鍛鍊 去培養 養成這種的習慣 然後呢 你才能夠有把握這個把握 不然的話 你不但待業往生不了 你會被這個業力而所帶走了 所以我們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然的話 那這很麻煩 因為業力太強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念佛的人的希望 什麼希望呢 就是提起阿彌陀佛的名號 願我連終無障礙 所以每一天要去念阿彌陀佛 給自己做功課 因為最後等一下會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觀仙菩薩給這位居士 告訴他你每一天至少有六千 六千生的佛號 像那個謊念主一天十萬生 那你們要把這個功課定下來 至少要五千到一萬一天 那我們一天念佛念到至少一萬的請舉手 有沒有 至少五千的 你們沒有達到一萬對不對 五千的有沒有 五千的有沒有 請舉手 連五千都沒有 天啊 那就麻煩了 這個疑惑真的很麻煩 這個我們一定要培養 好好習慣培養 十五分鐘當中你可以念多少 所以尊敬的這位同修大德 這個不能開玩笑 如果你這一生當中 你想要真正超越六道輪位 你不想再受任何的苦 你想要再好好在西方極德世界 跟諸佛如來聚會一處 你沒有別的路 你又從今天開始要好好培養 可不理阿彌陀佛 先不理阿彌陀佛 一切處一切事 看到一切人都是阿彌陀佛 你有這樣的培養 臨終的時候才能夠可靠 像今天我們來看 你看你大家 當你起煩惱的時候 比如說你脾氣起來 第二個念頭 阿彌陀佛有沒有起來 你在發脾氣的時候 先發脾氣還是先南無阿彌陀佛 你看到一個人不順眼的時候 我很討厭這個人 討厭先起還是阿彌陀佛先起? 我相信你們都是先起的 第一個 我討厭你的 對不對? 對不對呢?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你沒有把它培養習慣 當你遇到這個逆境的時候 第一個念頭先起來就是阿彌陀佛 你能夠這樣的鍛鍊修行 那你臨終的時候那就可靠了 臨終的時候障礙來 什麼樣的逆境業力來了 統統你能夠靠過 不然的話你是考不過的 所以你要鍛鍊 從這一刻開始你要鍛鍊 遇到什麼樣的境界 瞬境來的時候 阿彌陀佛 把這個貪念壓下去了 那慢慢自自然然一年當中 八年當中 你這種的鍛鍊 你會慢慢的恢復 自自然然而念的 你不用去注意他 阿彌陀佛自自然然就起來了 就是像我們的喜氣一樣 我們遇到瞬境的時候 自自然然的 那種心裡面不高興起來了 討厭 怨恨 種種的 自自然然就起來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喜氣五量節以來就是這樣的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樣把這個喜氣輔助 把這個阿彌陀佛自自然然的顯出出來 提出來的 你要這樣的鍛鍊 念佛才能夠可靠 你說是不是呢? 不然的話 你看 臨終的時候突然間看到一個你討厭的人 是啦 是啦 這個慘了 隨著這個喜氣走了 所以 第三點最重要是什麼呢? 要怎麼樣來輔助 讓這個輔助煩惱 能夠起作用 我們看第三 第三的 用什麼方法呢? 忏悔發願 第三的 這個很重要 這個非常的重要 我們修淨土中 念佛的人 如果 想要處理我們的業力 一定要經過什麼呢? 經過全修忏悔呀 你念阿彌陀佛等於在忏悔 天天不斷地去忏悔 對於我們的過去生所造的沙道血影 對於我們今生所造的沙道血影 在佛門前 我們自成的忏悔 發入自己的過失 但是 以忏悔心 來面對自己的業力 這個教授能夠大夜往生 你要不斷地去忏悔 天天去忏悔 改過自行 把你們的三口一三夜 不斷地 往這個善念的 去培養 而這個善念最好的就是這一句阿彌陀佛 念佛真的能夠小野障 但是如果這一句名後 你沒有把它善用 將來你無論怎麼念佛 也能夠堕地獄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 然後發怨 我們看第四 第四要什麼要發怨呢 這個怨是什麼怨呢 你要遠持境界 我們一定要清楚 忏悔是針對過去 發怨是針對未來的 你要記得 你今天忏悔你的過去 但是你今天發怨 是針對你的未來 我今天要往生西方基德世界 我要發怨 怎麼發怨呢 你要遵守佛陀的戒法 避免你的身口意 不要去犯過失 但是 這個我們念佛的人一定要知道 不要讓我們的身口意 過失障礙我們將來大野往生淨土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呢 在淨土中裡面 為什麼淨業三福是我們的基本 你要遠鎖啊 你要遠鎖啊 你要遠鎖的你的境界 這樣的話呢 你能夠把它 落實在生活 處世待人覺悟 從你的發怨 從你的懺悔 經過這個懺悔 經過這個發怨 你才能夠真正將來 才有把握往生淨土 不然的話靠不住 你看佛陀在世的時候 阿瑟釋亡 犯了忤逆時候 到最後往生西方基德世界 他靠的是什麼 經過懺悔 經過發怨 而來念這一句阿彌陀佛 最後 他要離開這個世間的時候 真的往生西方基德世界 而且平衛很高 那今天我們也是一樣啊 我們的身口亦不斷的造業 我們的喜氣 煩惱太重了 我們是反復 所以每天為什麼不斷的去反省 檢討 懺悔 改過 天天發怨 將來不再造這些業 將來不會再傷害別人 將來不要再犯一些不該犯的過失 天天的這樣的進步 天天這樣的培養 天天這樣的羞恥 你念這一句阿彌陀佛那就容易了 天天天天寫阿彌陀佛 腺有沒有静下來 很難說啊 真的 你看師傅也是一樣 虽然在念佛有没有烦恼 有啊 烦恼还是存在啊 这个我讲实话真的 我念佛虽然是有 烦恼还是存在 但是这个烦恼有区别 我的烦恼跟你的烦恼 只是关键在轻还是重而已 那不一样 那我将近大家 你们的修行比我好 你们的念佛比我好 你看那个最后啊 来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 他是河北人 在这一带啊 因为他的缘故 把这一带念佛啊 带动起来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 他是一位奇人 名字叫韩宗英 姓韩的 河北人 你看他的照片 他的气色 长得很好看 这个照片啊 这个照片啊 已经年龄也是 也很长寿了 他的双肾 已经烂掉了 已经烂掉了 但是因为念佛的缘故 又长出新的肾 从古至今啊 没有听过的 但是事实上 我们今天已经听到了 这个文章呢 是悟行师父传给我的 你想一想 肾脏坏了 可不可以再生 能不能再生 医医学来看 是没办法的 是不可能 一个人如果肾脏烂掉了 说明什么呢 他跟死亡距离不远了 而且得到 对这个肾脏有问题的 那个很辛苦的 真的很辛苦的 虽然现在科学发达 医学发达 这个肾脏能够换 坏掉能够早 来换掉一个新的 但是在一万当中 难得得到其一啊 而得到之后 也不一定适合 而那个副作用很严重的 不是每个人 能够承受得了的 他是河北这一代的 他呢 就是做什么样的行业 就是专门啊 修什么 修水利的 以前的做水利工啊 那个很辛苦 科技还没发达 靠什么 靠人力挖洞 挖这个洞 不小心啊 被这个泥土车啊 撞到了 落在七八十的 那个洞里面 然后呢 整个人啊 这个腰啊 一些啊 搞到啊 整个很严重 昏迷过去 连他的那个肾脏就烂掉 全身都是血 骨折 肿整整都受伤 连腰就没办法 昏迷了 送到医院 没有一个医院 能够治得了 没办法治得了 躺在这个床上 动也不动 又加上 他的这个肾脏 烂掉 排尿 又很难 所以整个人啊 长那个肿粗 肿得很大 很难堪 而且痛得不得了 天天哀苦 天天受苦 你想一想 像这一类的人 如果今天 如果他的意志 既然没有很大的坚持 早就自杀了 在那边受苦 这样受苦受难 谁能够受得了 但是这位老人家呢 韩忠运他有 他有上根 因为他小的时候 他的爷爷奶奶 是拜观世音菩萨的 他拜观世音菩萨的 所以啊 他突然间想到 这个观世音菩萨 他就三天三夜的 喊这个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我很痛苦 我很痛 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呢 为啥呢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你是大使大悲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三天三夜哦 你看哦 大使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真的耶 不离一切众生 自苦 视线说法 突然间有一天 第三天 托梦给他 他梦了观世音菩萨 而且告诉我们 菩萨的慈悲 庄严 是源以能代表的 他看到 观世音菩萨 他的庄严 那种庄严法 没办法去形容的 他一生都没有学佛 只是因为他这个上根 小的时候 爷爷奶奶拜观世音菩萨的 没想到观世音菩萨 在梦中里面告诉他 他说喊居士啊 这个喊居士就告诉观世音菩萨 菩萨你为什么不救我呢 你为什么管不管我呢 我这么痛苦 你为什么不管我 观世音菩萨怎么说啊 观世音菩萨就告诉 喊居士啊 这个喊居士 喊宗居士 喊宗居 他说啊 你的罪力深重 你的罪太大了 这个叫做什么 众业轻爆 他已经说到这样 整个肾脏也烂掉 在床上也动不动 动也不动 天天喊痛苦 他还是重罪轻爆 你想一想 那严重的罪爆是怎么样 那不可思议 都是五间地狱了 然后观世音菩萨告诉他呢 你要赶紧念阿弥陀佛 你看 观世音菩萨没有教他念其他的 专居士啊 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但是 喊宗居士告诉观世音菩萨 他说什么 他说观世音菩萨 我疼啊 我很痛啊 我怎么念呢 观世音菩萨 就告诉喊宗居 你疼也要念啊 你痛也要念啊 而且你每一天 至少要念六千声的阿弥陀佛 而且呢 观世音菩萨告诉喊宗居 你从今以后不可以再吃肉了 病好了 你要欣扬念佛 劝人家相信 然后呢 来念这句名号 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在梦中里面 劝导 这个喊宗居的 所以喊宗居很听话呀 怎么听话呢 你看哦 他用什么来计算这个佛号的 我们平常是用计算机有没有 他用那个薏米 一米一颗一颗 放在一个很大的碗 然后呢 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把那个一米拿出来 然后呢 念了第二声 把一米拿出来 把这个碗一米全通通都拿出来之后 他又把这个一米放进去 早上念 晚上念 下午念 无论怎么样 他都是念阿弥陀佛 没想到 念了第二天 他原本很难排尿的 他竟然可以排出尿来了 他原本不能走路 然后经过半年 他的身体能够翻身了 也能够用爬的 最后呢 又能够走路 虽然他走路不正常 他是弯着 整个人是弯着走路的 半年 你想一想 半年 而经过这样的修行 经过了十五年 他整个人回复 而十五年当中 这一八年来 没想到 他的这个肾脏 长出了两颗半 两颗新的肾脏出来 而经过十五年呢 他就回去这个医院 以前这个医生看他的时候 这个医生看到他的时候 整个医生就惊讶了 整个医院就惊讶了 太神奇了 他就问他 韩居士啊 你是行 做什么样的善事 才会有这样的奇迹呢 韩宗恩就告诉医生 他说 我没有做什么样的大善事 我只是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的名号 他告诉医生这样的 没想到啊 在这个河北地区 很多得癌症的 因为他这样的念佛功德 不可思议 度了很多人 有三十几位得癌症的 全部得医 最特别的就是他的连居 姓毅的 毅儿娘 他得肝癌 整个肚子啊 长肿出来 很大 很痛苦 痛苦到什么程度 嘴巴没办法展开讲话 所以刚 请了这个韩宗恩 居士到他的家里 为他祝念 他告诉韩宗恩 我没办法展开出来 把这个嘴 展开 然后跟着念佛 没关系 你默念 没想到 念的第二天 他的嘴巴 能够展开 而跟大家讲话 那个时候 这个义伯娘呢 七十四岁 你想一想 活到九十四岁 增加了二十年 念佛的功德 所以韩宗恩 老居士 以今天 来说 度了很多 这个河北这一代 念佛感应的故事 非常功德 不可思议的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你说呢 你念佛 像韩宗恩 其实像这样的 精进念佛 我相信 你们会有更大的成就 所以 深教超过 严教的功德 你要做表演出来 给大家看 做一个好样子 让大家 让大家了解 让大家能够看 让大家能够深信 你是一个了不起念佛之人 你在这个雪梨能够好好修行 将来能够影响整个雪梨这一代 那就功德不可思议了 能不能做得到 能不能做得到 这个呢 关键呢 就是你们自己 不要说 不要说整个雪梨这一代 把你自己做好 让你的加千建树 看到你这样的念佛不得了不起 那你的功德也不可思议了 这个就是 欧耶大师告诉我们 念佛法门的特色 第二个就是 能够待业往生 而待业往生的关键 你能不能天天 发怒忏悔发怨 而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 天天的培养习惯 然后呢 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善言也好 恶言也罢 无论在一切处一切时 你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 对一切的境界能够辅助 你能够待业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就是跟大家来分享 那第三个的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什么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呢 简单 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我也希望我们也能够好好用功 这句名号太容易了 太简单了 无论你在哪里 上班也好 做什么样的工作也好 只要你能够有空的时候赶快念 然后最好给自己做功课 下定功课 学习没关系 一天至少五千 像观世音菩萨告诉喊宗愿 一天六千 而且观世音菩萨也交代那个喊宗愿 十灾日一定要受八观灾界 我们如果十灾日没办法 六灾日 六灾日没办法一个星期一次 像师傅一个星期礼拜四 师傅会受八观灾界 一个星期一次就好了 好好休息 给自己做一个定课 因为喊宗愿 他经过这个学习八观灾界的时候 其实戒不是对以外 其实戒最主要是对自己的 那今天我们修行也是最主要对自己 自己做好 你就能够帮助别人 别人能够得力 你自己也得力了 这个说到这个地方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大家多多批评 如果有一些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 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 对这个念佛有产生的问题 不清楚的话 我说师傅我念佛为什么这样 我问你念佛为什么不能得利益 种种的呢 你可以提出来 来问 有因缘我为大家来解答 你可以经过我们的政总 我们的总干事 你会传给他用简讯的 我每个星期 我会把这个十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的时间来为大家解答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如果今天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祝大家多多批评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